早安现场 各位阳广的好朋友您好 我是夏志平 欢迎您来到早安台湾 在今天呢 志平要跟您专访一位在志平的心目当中 觉得他是一位响当当的英雄 怎么回事呢 他经营了台湾很多很多不同的事业 但是呢 他的经营理念 却是大家所没有办法去想象的 为什么呢 其实他私底下告诉志平 他要做的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事业 而今天呢 志平特别把他邀请到摄影棚里面来 请他来聊一聊 哇 原来这个不一样的事业 就带来了一个不一样的成果 今天呢 我们要请他来跟大家介绍 他的事业领域又跨足到米 也就是我们所吃的米饭的米 来志平赶快跟您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受访者 这位是西头米蹄大饭店的总经理 李立玉 李总 李总您好 夏生你好 是 谢谢您再度来到央广的频道 常常收看央广频道的影音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也许对李立玉 经理是并不陌生的 那么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他的很多的事业 今天呢 我们特别要请李总来跟大家聊一聊 你到底在他的生活里面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呢 李总 我想先请教一下 听说啊 听说在您很小的时候啊 您跟您的哥哥这个两个人就是在爸爸的米场里面 一起帮忙 我想先请教您 您的父亲当时所经营的这个米场 名字叫做什么 同时呢 当时的经营环境又是如何 我父亲他以前就经营一家叫丰益米场 那这一家呢 在我们布袋 东时 这个地区 的所有军工教 还有平民 渔民 员工的员民 都来吃我们的米 那么从小 我们 比较没有办法休息 因为我父亲 他是一个文殊彬彬的人 那 做这些米呢 有的是要 还有一种 是卖给 在台北 或者嘉义 比较远的 那个叫做台 台米 一卡车 一卡车 去的米 那么自己 其他的都是比较零售的 或者 那些老师 渔民 员工 那个赛员的那些 都来我们这里 零米 所以 我们从小就是 坤米都在一起 是 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刚刚您所说的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累 因为 可能来买米的人很多 是 当时呢 父亲给你们的教诲是什么 就是 生物不废 就是说 因为我们做米的 就每一颗 稻米都是很艰辛的 去把它培养出来 所以就养成一个 很节俭的一个习惯 只要看到米 稻 都要把它弄干净 所以养成以后 做事 任何事情 都是比较 会计算 会计较 因为做米的很难赚 很多人都会做米 但是你要很 头脑要很灵活 然后又很辛苦 甚至 我们分了好几类 第一个就是一般的米店 因为我们家以前就是米厂 请了工人 24小时都在 机器都在运转 所以很吵 就在那种环境很辛苦 每天晚上 那机器 呼隆呼隆的 然后呢 就是20小时都在卖米 那卖了以后呢 一般的老百姓就是 很多人都不是现金买的 都是劝钱 够在那边 你就记着 我爸都写在黑板 都写在那里 然后呢 到了旧立联的时候 再叫我们去收款 分家结账 所以到了旧立联 很辛苦 那有的没钱的 就让他劝 也没办法 分他们要 所以做米的 都是比较有人情味 看到他没钱来买 那也给他奢劝 是 是这样 那另外一种是 给公务人员来领的 就是跟政府打合约 然后政府就 那个倒股给我们 然后我们去帮他加工 然后请那些 老书 金公教人员 或者那一些 园民 渔民 我们就 有的来我们家领米 那有的是 我们要送到各个地区 那很辛苦 到附近的那些小乡村 然后用个车载到那里 请他 然后在广播 请他们来那边领 所以很辛苦 这么辛苦 这么辛苦 也正好养成了您 在日后长大以后 面对这个企业经营的 困难的时候 其实您都有办法 去一一的克服它 那个就变简单了 是 各位听众 我们为您访问到 西头米蹄大饭店的 总经理 李立玉 李总 李总常常来上 我们的节目 这次呢 他来跟大家聊一聊 米 特别是米蹄 最近要推出的这个米蹄 蚝米 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 要告诉您 刚刚呢 李总他所提到的是 他的小时候 他的父亲所经营的这家 丰衣米厂 其实呢 就是一个充满了人情味的米厂 当然了 这些个感人的故事 我相信 我相信各位 年纪稍长的我们的好朋友们 如果听到了 会觉得背绝亲切 因为真的 那个时候 我想到了这个米厂里面 去买米 真的就是 暂时是蛇杖 是记在墙壁上 这个连制品小时候 都有这样的经验 好的 这个 所以 米到底能不能经过 这个制作 就是这个米厂的 这个制作 会变成一个好的米 其实这个很重要 对 是的 但是原来 原来它的原料 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去分说 哪一个台湾哪一个地方 种的米是比较好的 其实 我们家就是 米厂做了很久 大概有三四十年 三四十年 对 那其实 说真的 以我们小时候 我父亲就常讲 台湾最好的米 就是在佐水溪 佐水溪 对 就是佐水溪 为什么 那个时候 其实我也不懂 但是 主要那个米 因为 主要 佐水溪 那附近的水道 一来 我们一看 哇 那个 都比较饱满 还比较 经营 剔透 比较剔透 是 饱满 然后看起来 很漂亮 像水晶那样子 这样子的米 煮出来 是不是特别好吃 真的是好吃 那 后来我 最近我才 想到 对啊 因为以前 我没有想到原因 后来就想到 佐水溪 就是因为 我们的河流 台湾所有的河流 大概只有佐水溪是混浊的 那混浊的就表示 它含的矿物质 各种的 比较高 比人家高 养分比较多 当然了 就是矿物质 其他的养分就比较高了 所以它可以培育出来 比较好的米 那个 就是说一个好的产品 一定要好的品种 以外 还有好的气候 好的土壤 好的水 养分 大概这几方面 还有一个栽培的济世 栽培济世 那这个是前端 前端 一定要这样的管理 那再加上 农业好的管理 你不会管理 你就麻烦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 如何去铸造 这个也是很有技巧 是的 那以前我们小时候 我都知道 我看我爸爸常在调整 这个米要怎样 会比较好吃 其实 但是那个时候 我还年轻 也不是很懂 是 最近 因为我 办的事业都是不懂的 但是 只要一拿到 我就一头栽下去 就是下去研究 而且我会请教 那些最强的 最强的人 那这个我就研究到 如果有好的管理 是最重要的 你没有好的管理 就像我们有好的食品 好的食材 你如果不会煮菜 对 那那个菜 等于跟烂的一样 那就不好吃了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你制造米的方式 如果你不会管理 不会制造 有好的原料 那也很可惜 叫糟蹋食物 所以我就 在几年前 其实 因为我父亲 那个时候 后来因为经营 又经营瓦斯 然后又经营米 我们又有十几甲的余蚊 那我哥哥又往生了 所以也没有人力去 再经营这一些 那后来 我练大学去 然后 他就没有办法做 就关掉了 这比较可惜 比较可惜 李总您刚提到了 就是有关于 在整个这个米 当然是种在 最好的浊水溪流域 因为它有 很充足的阳光 同时呢 它的这个水 水质是非常 充满着矿物质 是养分够的 所以种出来的米 当然是好吃 而且它土地又很灰窝 对 那户建土地都灰窝 不过还有一个关键 是您在这个 怎么样把米 打出来的时候 对不对 这也需要好的技术 听说后来 您在管理这个 米厂的时候 您也加进了很多 现代化的科技 或者很多 现代化的技术在其中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是什么样子的想法 让您需要这样去管理 你的米 或者是说 这些个技术 都分别有哪些特色 我们做的事业那么多 我的工厂最远在 捆雅 柬埔塞 孟加拉 台湾 印尼 都有 那我们故乡都没有工厂 也不对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想 如果有他一日了 我应该回来 做一下 我们的老伯郎 那结果前年就 有机会看到 法院在拍卖 一家米厂 是 我们发现到 这家米厂 那个都是 LV名牌的 怎么说 是啊 你上网Google看看 叫瑞济 瑞士的瑞 济制的济 瑞济米厂在大连 那是LV 那个老板娘 听说 有一百多个 包包LV的名牌 而且他去买 那个机器 就是用日本 钻石的那个 银钻 就是比较新的 又好的 用那个 联米的技术 要好 你机器一定要好 他买那个 最好的机器来做 那他又有一个 一些老师傅 很厉害的师傅 在帮他 所以他做的品质 很有口碑 因为 有的经营 就管理不善 所以 就有机会 我看到这个 我弟弟 我弟弟李律生 看到 这个好机会 是不是可以回故乡 来玩一个梦 是这样 是 原一个梦想 对 所以第一个 有很好的一种 钻石 好的机器 然后我想 管理就是我的特色 我本能 我就喜欢把 不好的变好的 而且 不一样的事业 那对我是一个 有挑战性 要不然 我 我做了好几十种的事业 那 我自从 甘 切尺以来 七年 我都没有去上班 刚好 我可以来 做做事 看 我的能力还够不够 可以做这个东西 那 我后来又换了杆 就每天就是 只有 都到处跑 东跑西 就做工艺 我想也应该来做一下 米 那如果我能够做 也算做工艺 第一个 我可以帮助家乡的 结果是 真的 那个 我今年 去年开始 去年底 开始 哇 我们附近的稻米都涨价了 因为我进来了 我要买好一点的 稻米 我就挑 比较贵 比较品质好的 不好的 我就不要 那别人是不这样 通通要说 我是可以拒绝 不买 所有的成本就比较贵 没关系 因为 我做四月的精神 就像我们米蹄饭店 我们的食材 余力都比外面的还贵 我宁愿用贵的 比较好的 有好的品质 才可以吸引到 更有品质的补克 因为我种养生 我们那个是养生 我们米蹄饭店是养生 那 我用经营米蹄的方式 那种要求规格 来做 我们的米 所以从那个地方 就开始挑 第一个 农药 重金属的检测 这个是最重要的 要把关 那第二个呢 当然就是你品质 好不好 有的 那个稻米 还没有成熟 他就去把它割起来 那个我们也不要 有的呢 就是 那个被台风 然后什么扫到了 那个比较差的 这个我们当然也不要 也不要 还有不善于管理的 那些稻米 我们也不要 我们就挑最好的品质 然后我就找 山水米 那个老师傅 老厂长 还有原来瑞季 两个老厂长 两个通通出来 那加上我的科学管理 是 所以我们下一个米提好米 做得很好 是有了好的米 那么的这个品质 再加上有非常好的老师傅 一起加入来把这个米做出来 那更重要是你的科学的管理 这个食安 你就放心 吃了米提好米 所以科学的管理 就是让您的这个食品安全上面 特别能够显现出来 对 一个安全 再来就是品质比较一致 不会今天我吃到这样的 怎么 以后又吃了不一样的 又变了不一样的东西 那个差异度会很大 那这些科学的管理 想必跟原来的老师傅们的理念 会不会有一点出入 他们可以接受吗 会不会当中有一点点汉格 没错 刚开始那两派 两边都不做 两边都有自己的想法 都不要变壮 我就简单 我就叫这边忍耐 那一边忍耐 然后有的先退场 然后我来跟他学 你的招式看你有多少 我也派了一些年轻力壮的 头脑又好的 来跟着你们这些老师傅 看你有多少招式 我们就看就懂了 然后我们再继续在研究 你们只是在那个阶段 但是我们是永远在进步的 这个原来会种出好米 其实这只要有好的天然条件 气候条件就可以做得到 不过这还只是算成功了一半而已 那最重要的是 接下来在产制米的过程里面 还要加进很多科学的一些管理方式 这才能确保米的品质 各位我们的好朋友 听完了李立玉总经理的解说 您会不会觉得 这个米真的并不容易 能够产出好的品质的米 其实真的很不简单 在下一个阶段的访谈里面 我们要带您看一看 这么让李总引以自豪的米 您要怎么去吃它呢 这也非常有意思的 待会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听众朋友 现在收听中央广播电台更方便了 除了短播收音机 以及央广RTI网站 使用智慧型手机 更能够让您随时随地 随走随听 不管您的手机是iOS 还是Android系统 只要在APP Store搜寻央广Radio 下载完成之后 点选线上及时收听 或随选收听 央广所有的节目 通通认你听 如果错过了当天播出的精彩内容 也没关系 我们将早安台湾 两岸ING 台湾APP节目 保留在YouTube网站 只要搜寻RTI央广精选节目 就能够随时重温节目精华 还有 除了央广Radio 你还可以下载 央广newsAPP应用程式 一手掌握最热的新闻大事 全新收听体验 你还在等什么 早安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 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跟您讨论米 具实上呢 我们过去曾经有好多次的节目 都跟您介绍台湾的好米 而今天呢 跟您邀访到的是 西头米蹄饭店的总经理 李立玉 李总来到节目中 跟大家介绍米蹄好米 在刚刚前一段的访谈当中 李总告诉我们 其实浊水溪的米是最好吃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 他加进了很多科学的管理 让他的米可以更好 当然了 有了这样的好米 消费者买回家之后啊 哎呀呀呀 这个如果不会煮 很可能也是枉然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李总告诉我们 这么好的米 如果不会煮 那不就可惜了吗 您有什么方法 告诉我们好不好 告诉我们这个 这个频道上面 我们的所有的听众 怎么样才能煮出一锅好饭 怎么样做呢 那个主持人啊 其实我从小就会煮饭 因为我父亲他都不会吃 他只会吃 那我妈妈呢 他要到外面做生意 我们所有外面的事物 都是我妈妈出去比较多 那我们小孩 练国小我们都在家里 不能出去 那我煮好 去煮饭 煮给我爸爸 我祖父祖母 还有我们几个吃饭 所以从小我就看到 我们那个米是怎么煮 那么我们刚开始是用那个 倒壳 水倒那个壳 去煮 切到壳 那个粗壳就掉 粗壳 台湾化 粗壳 那么这个是最难煮的 就是这个东西 因为它的起火 是 很慢 是 然后起火 也是一样 而且那个时候没有电锅吧 没有电锅 对 要拿碳火来煮 不是碳 是 倒壳 就倒壳 那个水倒 就一颗一颗 倒米 那个壳 剥起来的壳 就用那个当燃料 那个高燃度 还有有的是用木材 那有的是用竹林 有的是用甘蔗叶 甘蔗叶 我们也用甘蔗叶过 也用木材过 也用稻壳 水倒的那壳 那一顿饭煮下一步 全身都是 都是很臭的味道 所以技巧就不一样 在煮饭 你原来的材料 比如煮的东西的材料 包括电 后来发明的电锅 还有用瓦斯 用瓦斯煮 没有 以前电锅还没开始 是瓦斯仙 比较多 那每一种煮法 其实都不一样 那么我们米提 好米 米提饭店的米 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个就是品质好 荣耀重金属 剩下要煮的 就看你自己 这个 要不然你就到我饭店来 我饭店就教你 教你怎么去做出 最好的米 怎么做 有没有说 比如说在煮饭之前 你的米洗完了之后 你要泡在水里面 泡多久 有没有这个 其实 这个是一个 大概也不科学 对啊 你比如说我是 你的米要先了解 你的米是怎么来的 是 有的是烘干 烘了十三度 十四度 有的烘到十五六度 是 米最好吃的就是 含水力 十五度 最好 你那个含水 你米也含水力 刚最好 十五 十五 这个标准 那么 再来就是 你如果泡水太多 其实也不见得好 看你是要 怎么煮来 你是用蒸的 有的用蒸的 有人去买那个什么 叫做什么 月光米 有某一家大饭店 我就笑死了 你为什么买月光米 他说我们公司这样最好 我说你去 盛一碗出来 我来吃 结果呢 我说 这个哪里比 比青菜 随便我一个都比你这个好吃 不是贵就会好吃 你知道 他不会煮 他拿那个 去用大的那个扇去吹 起来 根本就不见得好吃 所以 看你 你是怎么去制造 你流程错了 你这煮出来就不见得好吃了 所以 我在 这里 我说真的 我也研究 很多 我工厂 我们风一炙米 我们米提好米 最重要就是 重金属 那些有的没有的 没有 对 懂不懂 不会有这些东西存在 管理的好 吃了你都放心 那另外呢 如果以正常的来讲 也是比较好煮 比较好煮 有的人 有的是 比如说你 如果放粉酒的米 煮起来 滚 新的米 比如说 我这个是两年前采收的 我这个是 一年前 我这个是 刚刚采收的 煮法就完全不一样 都不大一样 而且它的粘度 口感完全不一样 你说要怎么煮 所以会因为这些米 它的含水量不同 所以呢 需要放的水 或事先要泡多少 时间的这个水 都不一样 对 你有的放一年 有的放两年 有的放 刚开始 刚新的米 那你都一样 我觉得是不对 觉得是不对 所以也不可以把 这些不同的时间 所做成的米 去混在一起煮 千万不可以 其实有的混起来 也不错吃 口感就不一样了 因为有的是 比如说 去年的米 快要完了 用快要完了 对不对 如果说现在是新的米 那如果说你客人 每天都吃那个 突然完全会吃到 不一样的 会奇怪 所以有的就会放一点 那个旧的 会放一点 我听说 听说有的 在卖 比如说卤肉饭 或者这些餐厅里面 是这样去煮饭的 他们 比如说 一部分的这个米 就是普通 我们买来的这些米 蓬来米 再来米 差不多是这样 可是另外 他们会再加一点点糯米 加进去 一起煮 说这样子出来的口感 就不一样了 是真有这样子的事情吧 其实任何食物都是一样的 到底是一样 我餐个什么东西 一定口感不一样 那只是一个变化 是 但是你要认定的就是 哪一种米 我买了我放心 比如说现在 很多外面的米 说什么有机 有什么 其实 你说什么有机 你光一个农田的管理 你做一个水栽来 全部都是合在一起的 怎么有机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你比如说有农药 那一定要多少天以后 你才可以采收 这个就是管理 是 没错 这个就是管理 你如果说 隔壁撒农药 对不对 你这边 排水都跟它一样的 那你会不会被沾到 还有风 方向 也会 结果你明天要收割 后天要收割 别人要两个礼拜收割 喷了农药以后 你是马上收割 那你这个有机 怎么有机 受了影响 当然受影响 有机的要管理 很不容易 所以你在跟农友们 做这些沟通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一开始 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我觉得是会接受 以后会慢慢接受 因为现在很多农美 都很聪明 只是有的为了自己 尤其我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台虹天 台虹天 怎么说 比如说台虹要来 所有的植物都要割起来 包括水果 包括蔬菜 昨天刚撒农药 明天要叫它收起来 要不然怎么办 对啊 所以这种菜 我真的我也怕食安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台虹天 煎过几天以后 那个蔬菜 什么那些水果 就要特别注意 是 那我们这个米就是 煎过一个很严谨的制造 就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你说要怎么煮 怎么泡 其实都 我们都会告诉你 比如说你跟我的一样煮 你不懂 就打电话来问 我们会告诉你 那因为很多种 不同都不一样 而且有的要煮西饭 那你要告诉他 西饭怎么煮 是 那我看 很多煮西饭都不及格 你煮西饭 真的要用我们 走水溪的米来煮 是最重要的 第一个黏度过 是 很黏 很黏的 那个 第一个也要黏 那第二个呢 那个口感完全 很滑 滑滑的 不会好像 那个 视乎好像没有感觉 反正那个感觉 我讲不出来 是 可是 李总 这样子 您说了这么多 告诉我们 怎么样可以煮出好的米 对不对 然后呢 好吃的米饭 其实口感是如何 甚至于好吃的西饭 口感是如何 对 各位阳光的好朋友 今天志评在一边访问 西头米提大饭店的 李立玉总经理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 是有很多很多的感动 为什么呢 因为 除了我们看到一个 有良心的企业家之外 我们也看到了他 在赚到了 很多很多的钱之后呢 当然更懂得要回馈社会 这一切都根源于 他小时候的成长 他的爸爸所给他的教育 以至于呢 到现在我们看到 有这么多好的产品 而且呢 也看得到很棒的回馈 这些其实就是一个 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他应该要做的 而且呢 是做得非常好的 今天志评也很荣幸 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来访问李总 当然 之后我们还会继续 再多报道一些 有关于李总他的善行 还有就是呢 他在很多企业经营上面 所放住的这些心力 都是值得大家学习的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李立玉总经理 来到节目当中 刚才聊了这么的多 李总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谢谢